哈囉 大家好 我是小馬 今天要來開箱我的英雄學院的公仔 今天開的不是主角 是兩個反派角色 分別是石柄木 還有杜我 這是Vampresto推出的公仔 它上面就是寫這次造型Academy系列 石柄木是第四彈 杜我是第五彈 這兩隻本來就在小馬的購買名單裡面 在上次抽孩子用一番上的時候 就順便把它一起買回家 所以上次花了很多錢 這兩隻還好 比起一番上 那我們就先來拆石柄木吧 好多手喔 它裡面總共只有三個組件 底板就有印上Academy造型的標誌 石柄木它身上總共有14隻手 臉上就是他老爸的手 這個石柄木我之前就知道做得非常不錯 看到實體呢 也有許多驚豔的地方 比如說他臉這邊看進去 雖然被他爸的手遮住 但是還是看得到他的眼睛 還有他的嘴巴 就這方面做得還蠻細緻的 穿過他臉上這隻手看到他的眼睛 看起來真的有一種很驚悚的感覺 那石柄木的能力呢 就是崩壞 但不得不說14隻手在他身上看起來真的有一種 按摩很舒服的感覺 接下來我們來開杜我喔 杜我的組件就比較多了 他的腳還有特別的保護起來 為什麼 然後因為他是襪子 是怕刮到嗎 這襪子真的做得不錯 這不應該是在這種幾百塊的公仔出現的柯紋 杜我真的很可愛 其實原本我不太期待杜我 因為看到他的宣傳圖 就覺得 做的大概就是這樣而已 但是實際拆開了之後 覺得很驚豔的地方 就是他的 這個線管的地方 他是真的用線的材料 所以他是軟的 然後其中一隻拿起來 這算是針筒嗎 那他有留這個線 是可以再把他插進去的 所以就有一種拉出來的感覺 杜我呢 意外是我的英雄學院裡面 人氣超高的女角色 可能他因為他是高中生吧 然後又有一點Dawen的傾向 Dawen Dawen就是 你還是不要知道好了 那他的整體呢 就是女高中生的制服 然後腳的地方有做一些漸層 然後襪子的地方這邊 刻紋非常細 那他這個高中生的皮鞋 也是有做亮面跟漸層的感覺 這隻也很棒耶 這兩隻就是今天開箱分享的角色 原本的小馬就知道 紙筆木應該是做得很不錯 那杜我好像做得還好 杜我本來還在考慮到底有沒有買 那這一次去抽一番賞的時候 兩隻剛好都有現貨 就一起把他買回家 紙筆木果然如預期的 就是做得不錯 而杜我呢意外讓我覺得做得超棒的 所以這幾百塊的價格 我覺得這兩隻公仔都非常的超值 也是非常推薦去購買的喔 那今天的開箱分享就到這邊結束囉 那我們就下個開箱再見吧 吉他 第一次放這邊 所以我們會有幾百塊的 我們可以去買東西 我們會在這裡 我們會打開箱 我們會打開箱 然後就在這裡 我們會打開箱 我們會打開箱 再次把箱子打開箱 我們會打開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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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